现在是芝加哥时间7点多钟 再过几分钟 中国环球飞行敌人张博 将驾驶这辆飞机 开启他第二次环球飞行之旅 这次呢是因为 这次我们是为我们2050大会 专门做的2050的环球飞行 那么这次呢是从芝加哥出发 从我在这学习和工作的地方 从这地方出发 张博出身于北京 曾在伊利诺伊大学 祥宾分晓九度博士 环球飞行一直是他的梦想 为此他在52岁的时候 考取飞行驾照 两年后完成首次环球飞行 今年57岁他再次踏上真城 预计用两个月时间 完成从芝加哥起飞 途径20多个国家 约50个津艇点 总航程近5万公里的环球飞行 我们这次这个环球飞行的路线 这个是从这开始 咱们芝加哥 然后一直飞进加拿大 今天第一站是加拿大的这个伦敦 从那以后呢 我们一直要飞到这个北极圈里面 然后在加拿大的最北端 向东飞跨过戴维斯海峡 到格林兰岛 因为我这架飞机呢 它没有这个 续航能力很有限 然后飞行高度也很有限 速度又慢 所以不能跨洋 所以就像跳蚤一样 顺着海岸线一点点走 那么跨戴维斯呢 是这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汇处 只有700公里 是最短的一段 所以要从那里越过去 然后从格林兰呢 然后就到冰岛 从冰岛进入欧洲 从欧洲呢 然后进土耳其 然后这个哈萨克斯坦 然后俄罗斯 这样就进到中国 中国参加我们2050的这个活动 在这个杭州的云西小镇 活动完了以后呢 再进北京 进中国的东北 再进入俄罗斯 然后白莲海峡 回到美国完成这个环球飞行 这次张博驾驶的是 钻石DA42型活塞式双发飞机 机上可容纳四人 理论上最久可以飞行1500公里 和第一次环球飞行相比 这次更具挑战性 路上的困难挑战还是非常大的 大家看到这个飞机啊 这个是活塞式的螺旋桨 所以这个呢 因为又不是这个压力舱的 所以飞的比较低 那这样受天气的影响就比较大 你像我们芝加哥现在这么冷 如果飞进北极的话 现在的地面温度 在零下-20度 我这个里头也没有暖气 所以每身高1000英尺呢 就要降低2度 所以我们至少在15000英尺 这个地方飞 所以机舱的温度 大概零下50度 我要在我们在零下50度的 这个时间里要待4天 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挑战 人体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而且上面也没有卫生间 一飞这个好多个小时 所以这个之前之后十多个小时不能吃不能喝 这个对人体这个挑战也是比较大的 但自然挑战是最大的 因为这段是风大 这个季节呢 天气变化也比较大 而且要特别碰见这种冻雨 这对我们飞行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呢 避开这种天气 所以留足了这个路上这个预备的时间吧 一旦不行的话 我们就停下来就等天气了 实际上在这个飞行之前呢 我已经在美国进行了两次 这种极限性的这个训练 来确保我这次环球飞行的顺利完成 当然重要最确保要安全 从后天进入北极圈以后 刚才说特别寒冷 我们这个整个沿途的这个国家 我们已经通知所有国家的海岸警备队 所以我们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 各国家的海岸警备队 都会在这个这个雷达上看到我们 但是刚才我说进入格林兰 在冰岛之前在北极这一块呢 那么我们一旦要有问题的话 要落到水里的话 现在的这个温度 人的存活时间只能有四分钟的时间 那么海岸警备队看见我掉下去 马上起飞来救援 至少要四个半小时才能到 所以人根本没有生活的可能 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呢 首先呢我们要有穿上一种叫冷水救生服 这个冷水救生服呢是一种这个特殊的防防护服 一旦到了冷水里头它自动就打开了 这样能让你坚持三十分钟 同时我飞机上又带了一个六到八人的冷水救生艇 要在这个快速的要把冷水救生艇放下去 我们要在半个小时之内 只要爬进冷水救生艇 我就可以在里头待六个小时 这样的话有六个多小时的时间呢 就有可能会得到有效的救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